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豁出去了 赵丽颖大尺度暧昧床戏曝光 心直垒后背爆像要吃了妹妹 豁出去了 赵丽颖大尺度床戏曝光 心直垒后背爆像要吃了妹妹 这尺度也太炸裂了吧 哎呀妈呀,这标题一出 是不是觉得娱乐圈又要炸了 没错,咱们今天就来聊聊 这位电视剧女王赵丽颖的最新壮举在电影 乔妍的心事里的大尺度床戏曝光 看得我这小心脏扑通扑通的 简直是太刺激了 话说,赵丽颖这是要豁出去的节奏啊 从电视剧女王到电影新秀 她这是要在大荧幕上掀起一场怎样的风暴呢 别急,咱们一起来巴一巴 说起赵丽颖,这丫头可真是不让人省心 前脚刚在电视剧与凤行里大显伸手 后脚就跑去拍电影了 你以为她是去客串 错了,人家是去当主角 这姑娘,看来是真要在电影圈里闯出名堂来 这部《乔妍的心事》一来,就直接给咱们来了个大尺度惊喜 辛子蕾那后背报,简直是像要吃了妹妹一样 看得我这心里头那个激动啊 说到乔妍的心事,这剧情可真是够狗血的 车祸,出轨,怀孕,渣男,这些桥段都齐活了 但你别以为这就是不普通的狗血剧,里头的道道可多着呢 故事讲的是一对姐妹,乔琳和乔妍 这俩姐妹的人生轨迹,简直是绝了 乔妍这个不受宠的,反倒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还成了电视台主持人 乔琳呢?在老家卖化妆品 这反转,够不够味? 但是,姐妹之间的感情,可不是这么简单就能说清的 时隔多年,姐姐突然出现在妹妹的生活中 这里头肯定有猫腻 赵丽颖那句台词,你帮我送个人 最好让她不要再回来 听着就让人心里发毛 这对姐妹,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哎呀,我这好奇心都被勾起来了,真是迫不及待想看电影了 说起来,赵丽颖的演艺之路,那可真是一波三折 从电视剧女王到电影新秀,这丫头是铁了心要把演艺圈搅个天翻地覆 今年对她来说,简直是丰收年 与凤杭一播出,收视率蹭蹭往上涨 紧接着,凭着第20条里的好秀平一角 还拿了个百花奖最佳女配角 这姑娘,是越来越有出息了 更觉得是,她还有四部电影的存货 这歌谁不演红啊 看来赵丽颖是打定主意要在电影圈里大展拳脚了 这次在乔妍的心事里,她可是豁出去了 那个预告片,泽泽,心直垒从背后抱住她 她那惊慌的眼神,演得可真够味儿 短短几秒钟,愣是把悬疑分为拉满了 网友们也是热议纷纷 有网友觉得,赵丽颖真是太棒了 从电视剧到电影,她的演技真是越来越精湛了 乔妍的心事的预告片看得我心跳加速,太期待了 赵丽颖和心直垒的组合太让人期待了 两个实力派女演员同台标系 这部电影肯定会很精彩 但也有网友表示担忧 希望赵丽颖不要被商业片限制了发挥 她在电视剧中的表现一直很出色 但电影是另一个领域 希望她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 哎,说实话,我也有点担心 赵丽颖在电视剧里的表现 那真的是没得说,演技杠杠的 但是电影嘛,毕竟是个新领域 要求也不一样 转念一想,赵丽颖这姑娘,从来就不是个怕事的走 她敢扩出去尝试,就说明她有信心,有决心 咱们啊,就等着看她在大荧幕上的精彩表现吧 说起来,赵丽颖选择乔妍的心是这样的悬疑片 真的是太明智了 这种类型的电影,能让她展示不同于以往的演技 也能吸引更多观众的注意 谁不喜欢看点刺激的呢? 对吧,当然啦,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赵丽颖在电视剧中的表现确实很出色 但电影是另一回事 希望她不要太急于转型 而是稳扎稳打,慢慢积累经验 这些评论啊,也反映了观众对赵丽颖 转战大荧幕的期待和担忧 不过啊,我觉得赵丽颖这次尝试 无论结果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她有勇气去挑战自己 去尝试新的领域 这种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 难道不是最值得我们尊重的吗? 想想啊,赵丽颖从一个小角色走到今天 靠的是什么? 不就是那股子不服输的将儿吗? 我相信,无论她在电影圈遇到什么困难 她都能一一克服 最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赵丽颖,辛子蕾克CP 近日,由赵丽颖和辛子蕾出演 赵德印导演的乔妍的新式贴片预告曝光 在预告片里,辛子蕾慢慢地爬上了床 从背后抱住了赵丽颖 有那么点恐怖悬疑百合的胃 有些网友觉得赵丽颖和辛子蕾的磁场很合适 克百合CP非常有感觉 但是也有网友 吵赵丽颖为了票房开始卖机了 还嘲讽她和辛子蕾第一次卖机没有经验 表现得有点太尴尬了 辛子蕾这边确实是想借这机会 和赵丽颖一起吵好闺蜜CP的 但赵丽颖却不太想吵同性CP的 毕竟之前也没有过相关经历 而且女CP就是没有男CP来得吃香 有时候还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 虽然两人合作的作品原著 只是很隐晦的说了俩人的关系 但片方想炒百合CP的心快溢满了 已经有意无意的开始引导网友们磕CP 为了票房 赵丽颖目前为止也没发表啥意见 但咱就是说 卖机 卖斧这种的就要营造 若有肆无的暧昧 观众才上头爱客 太直白反而有点刻意 像是人工唐经强行味到观众嘴里的感觉 对于赵丽颖的这次一幕之旅 你有什么看法吗 你认为她能否在电影界取得和电视剧一样的成功 来 评论区见 咱们一起聊聊吧 咱们一起聊聊